好 差不多是我们请出今天上场的第一位优秀的女嘉宾 这是我第一次来上海 我现在蛮紧张的 我要上台了 我觉得我应该打电话给我妈妈 然后今天是为了CLA而来 因为她真的很成熟 相当吸引我 不过呢 我也为大家带来很多 满云南特色的礼物哦 就不管今天牵手成功与否 都请大家祝福我吧 大家好 我叫管兮兮 我今年21岁 我来自于南昆明 然后现在在一家水电公司做文明 我的爱情线缘是 眼前的黑不是黑 你说的白是什么白 台上有欣赏我的眼吗 上面画头小毛驴什么意思 因为我的绰号叫小毛驴 大家都叫我小毛驴 然后我爱旅游 所以我画了个书包 然后特别爱晒太阳 所以就画了个太阳 很多女孩还羡慕你这种 是 所谓的介绍健康肤色小麦色 就也白不了啊 带来什么样的才艺展示呢 因为我来自云南 然后我为大家带来一些云南的储特产 我想先分给各位男嘉宾 有人 伏务员帮着你 来 递送 这事还真想 服务生动作利索点 主人为乐 就别人碎人家 绿色点 我们也有啊 对啊 来 问一下 付点小费给他 真没带 不好意思啊 哦 还有这个 这是 您这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拿那个云南十八怪 十八怪 是什么呀 反正我这段肯定是吃的 都是吃的 虽然壮丝橡皮泥 但他一定是吃的 而且就男嘉宾的可能会吃到虫子就不一定了 哈哈哈哈 云南有的地方是吃虫子的 对 炸的很多 您觉得这味怪吗 不怪呀 我觉得挺好吃的 是不是吃完了一小时之后再发作呀 我给 含笑半部颠呢 这算是你的才艺吗 姑娘 如果这算是的话 我要告诉你票数还不够啊 才五十票啊 没有啊 我还有才艺 哦 什么样的才艺 我为大家唱首歌吧 有请 叫小毛驴 哈哈哈哈 成长 男嘉宾能陪我一起唱吗 哈哈 我爱羞 我发现你的性格跟你的肤色不太符合啊 我有一只小毛驴 我从来也不信 哇 哇 好 我一天我心血来吵起这句感情 好 我手里拿着小皮 便我心里承着意 好 忽然一声哗啦啦啦啦 甩掉一声名 哦 谢谢 很好 七十一票 恭喜你过关了 好 下面我们又要一起面对镜头 进入黄轩法国喜情肝宏三连拍 准备好 开始 一 二 三 好的 开中有请 一位来自云南的姑娘 能在第一时间接下面具吗 好 好 管西西准备好 三 二 一 请见面 嗨 来这边说 您展开真有点抑郁风险 有一点点吧 好 接下来呢 你要从16位当中选择一位你最新颖的男嘉宾 按得很坚定 这位 好 你也可以选择一位男生做红女子为你说话 我想要马老师 有请 马学聚 第一项人哥 因为刚才那个你唱歌的时候我有观察我发现你死死的盯住马老师 一点都没有变过方向 哎 这个是为什么马老师有没有发现的 宇嘉宾上来之后还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她眼神不太好 她说眼前的黑不是黑 你说的白是什么白啊 所以还看不清吗 我特别特别喜欢你的肤色 真的 我特别特别想想要你那种肤色 但是 如果你跟我牵手成功 我可以带你回家晒太阳 女嘉宾 你好 我想说你黑得漂亮 黑得均匀 然后想对其他男嘉宾说 不许你们黑我们的女嘉宾 然后我还想说你当时对我们的那个云南特产特别甜 就像你本人一样 谢谢 好 你可以选择一位男生送出新的第一开心 想选择谁呢 谢威 谢威 叶威 这需要把你送走啊 对啊 你这个耐力马上就不行了 好 我们在通轨的VCR对女嘉宾在所了解 哈喽 大家好 我叫管兮兮 我今年21岁 我在生活中 在家人眼中我是个小屁孩 在朋友当中我是个开心骨 我很喜欢旅游这件事情 很喜欢去拍各种美食啊 然后我也很喜欢住背包客住的地方 我觉得这是一种体验 现在我最喜欢的地方是泰国 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晒太阳 我喜欢棕色或小麦色的皮肤 这样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很健康 就是我比较喜欢圆圆的胖胖的东西 我对圆圆胖胖的东西都没有抵抗力的 然后就动画片里的胖胖的圆圆的人物啊 然后还有各类公仔啊 玩偶啊 我们再翻开两张圆圆牌 看些具体资讯 管兮兮呢 毕业于昆明古商科中等专业学校 学的是助产专业 哦 本来可以当护士 当助产师 对 那现在呢 也没干这行 她干了这个水电公司的文秘 说自己呢 是一个美白无力的黑妞 从小呢 就学会理财了 现在曾经有12岁的时候 有一次独自的旅行 特别善于自不反省 你12岁从哪旅行到哪儿 就从昆明到北京 因为那时候就妈妈从小教育 就说你必须要去独立 你不能永远躺在我的臂膀里边 这样你不会长大 你想去哪儿玩你就自己去 然后因为在课本上有学过呀 什么长城啊 故宫啊 都没见过 就特别想去 就跟我妈妈说 我妈妈说那你想去 你就自己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就帮我订了酒店 订好那个火车票 自己就去了 然后就一个人 坐了三天晚上火车 从昆明到北京 你到了北京以后 你怎么去的宾馆 就下了火车以后 自己去买了一张地图 然后那个酒店的地址 妈妈已经帮我写好了 然后就上出车 给出车司机卡 要是她不知道 就给妈妈打电话 就让妈妈跟出车司机说 因为那时候小嘛 表达能力还不是特别好 十二岁用电话 这事也挺朝前的 这道问题不大 但是你不担心 你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一个地方 万一碰到坏人 咱们确实得 黑车什么的 没有 我就觉得特别刺激 我觉得 这是一种人生体验嘛 你妈真酷 太酷了 你妈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妈妈是妇产科主任 她也是医生 女生平我还蛮奇怪的 听起来你应该是个比较独立的人 但是你居然选了给你妈妈当时一样的专业 那你选择妇科的理由是为什么呢 子称母业吗 就是 不是 其实我特别不情愿去学医 因为我觉得我不适合 可是我妈妈觉得 你作为一个女生 你去学了妇科 不用以后就干这个 可是你以后至少 你能知道什么对你好 什么对你不好 然后你特别爱往外走 如果在路上有个什么毛病 自己可以治一下吧 这你妈想些什么呀 你家宾台上的一个美白无力的话 是不是什么含义 因为小时候生下来就又黑又瘦 然后所有同学都笑 后来我就觉得 为什么我要那么黑 我一定要去寻找一些方法 让我自己白起来 然后就每天买很多牛奶 放在浴缸里边泡 然后一个月以后 就没任何改变 然后我朋友说 既然你都白不了 你就直接黑吧 哈喽 看到你的那个第二张牌 有写从小理财 挺好奇 你说的从小理财是怎么理法呢 就是我妈妈每个月就月头的时候 把所有零花钱给我 然后就第一个月超有钱的 一定要出去逛 然后请大家食堂里边胡吃还喝 就两天之内就把一个月的零花钱都花完了 然后回家就说妈真的没钱了 我妈就说那没钱不关我的事 自己去处理吧 你妈就告诉你一个真理 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对 必须这样 然后就开始自己会规划了 就觉得这个月买本子的钱 坐公交车的钱都会自己规划好 好 各位可以做出今天的第一次选择了 还有些问题呢 我们留到后面还有两张牌 重要资讯再做分享 好 来 各位男生准备好 三 二 一 先选择 好的 我们再打开另外两张负口牌了解一些重要资讯 管希希谈过三次恋爱 他说是伙伴 陪我成熟 陪我成长 他希望找这个男生呢 第一 要求微胖 第二 有一技之长 第三 必须爱旅游 特别强调呢 即使便是相处 彼此都是独立的个体 要给对方一定空间 是吧 对 女嘉宾 你好 我看你的牌写了你 前任是跟你一起成长 那之后为什么会分手呢 您跟我们讲一下吗 因为他后来去了澳门 然后他觉得这样分手的话 对你好 对我也好 可是我觉得蛮感谢他的 他陪我成长很长的一条路 就他帮助我 改了我很多坏毛病 我小孩子脾气特别重 很爱发脾气 懒呢 什么 他都会陪我去改 他很有心情 他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不是就谈恋爱 吃饭 玩 就是我们两个人 互相陪伴 互相成长 所以这对我现在找男朋友 也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你得感谢这男生 对 我特别感谢 我感谢每一任陪我的男生 嘉宾 你好 我想问你 你说彼此都是独立的个体 那你怎么去权衡 你们这个独立的关系呢 对于我来说 就是我希望我们的经济是互相独立的 然后其他方面 我觉得我们该工作工作 该玩就玩 你不想当家庭主妇 对 我喜欢就大家都是经济独立的 然后我们吃饭我比较喜欢 但是如果要我给钱也没问题 嘉宾 你好 我想问一下你原来的前男友是有胖子 还是说你对胖的男人有一种情怀 我就特别喜欢胖子 我就觉得胖子就是幽默就可爱 胖子有肚子 我可以打滚 我可以摸 就是洛老师这样的 你觉得怎么样 我不是微胖的 对于我来说 还可以再胖点 还可以再胖点 对 他在VCR里面有提到一句话 他说他一直就喜欢又白又圆的东西 我当时就听到了 我就看到我手中他按下的这个号码 这就是一个又白又圆的东西吗 没 接下来的男生要做出他们的选择了 在此之前 你可以送出今天的第二颗爱心 送给谁 我能送给马老师吗 你看他的眼神 一切听你的 可是您都帮我说了一场的好话了 总得给你颗心吧 我就知道我既然没有说好话的命一关 我以后会把说坏话这时贯彻到底 不论怎么样恭喜马老师 好 接下来各位男生 粉白号你们是红男年纪 三 二 一 请选择 好 你还可以选择向男生提出七个要求 对动物毛发过敏的 特别猫儿狗啊 慢拍 有 有人过敏 下一要求 介意一开始是异地恋的请翻牌 你现在在哪里 在昆明 可是我要觉得这段感情值得我去坚持的话 我可以放下所有的东西去他的城市找他 嗯 挺想好 这姑娘可分明哦 还有人翻过去 还有要求吗 没了 太好了 放弃的吉时 有一位男生为你坚持到现在他就是三号 王振兴 请出列 我叫王振兴 现在在北京 一直把牌给你留到了最后 就是希望你能接受我的邀请 一起牵手 啊 我是蛮喜欢北京爷们的 谢谢 可是我今天是为了一个人来的 可是他把我排灭了 没关系 他把你排灭还有我啊 你可以选我啊 我是比较专一的人 就是这个是跟专一不关专一没关系 这个大家以后会相互了解 其实未必他你 从他而来未必就是最合适的 你当时没有选我 未必我从里到外就是你不想要的 所以说我还是希望你再重新审视我一下 然后重新选择我一下 我还是比较喜欢大书款的 我还是比较喜欢大书款的 可是你不是 谢谢 可遗憾我最新 那拥抱一下可以吗 要吗 要 好吧 对 qug 你可以考虑好啊 你现在的这样的表白很有可能会导致 最后 你可能 什么收获都没有只能这样离开舞台 哦 你觉得你有多大的把握 我一定要尝试 你觉得你有多大的把握去致 我可能没有把握 可是我必须要做这样的事 我那么老远来了 不说我难受 你请这位男生也考虑好 这姑娘是其实 有点一根筋 但是我确实觉得 她身上有这个云南姑娘那种淳朴 就驴脾气 我们要请出她选择的这位 15号谢威 有请谢威 我不太会说话 我会觉得你愿意跟我回云南吗 我带你去吃香的喝辣的 爬雪山 去西双版纳泼水洁 什么都行 你想去哪都陪你 这个 我觉得跟你一块 你是一个很好的旅游 就是你是一个很好的玩伴 我们可以一起去玩去旅游 但是旅游并不是生活的全部 可能只占5% 10% 多点可能占到30% 但它只是生活的一个调剂 我能看到这部分 咱们两个在一起会很开心 但是生活的重心 两个人一起相处 工作 这部分我看不到 而且 我不太想会跟你去云南 我觉得在我退休之前 我可能会在一些比较大的城市 因为毕竟还有事业去发展 所以对不起 谢谢 谢谢 那算了 能握个手吗 可以 祝你幸福 谢谢 你选择了自己的尝试 应该也没有遗憾地离开这个舞台了 好 大家再见 相爱没有那么容易 每个人有她的脾气 我的爱从 我们来掌声有请下一位登场的女嘉宾 有请 马上就要上台了 我现在心情呢 有一点紧张 刚才在后台的时候呢 我一直都在搞怪 然后希望这样能够舒缓我紧张的心情 这次来是因为我无涵迪 我眼中的她是一个很温柔 然后很善良 然后又很成熟的男生 我觉得这样两个性格互补的人 能够在一起肯定会很幸福的 大家好 我叫韩雪 今年23岁 来自于山西太原 现在在上海一家服装公司 做服装设计师 然后我的爱情渲染是 为什么会有爱情渲染这种东西啊 您是来今天咋场的来的是吧 不是啊 真的 我真的很不明白 因为我觉得爱情从来都不是瘦瘦而已的 谢谢 也算是她的态度 真好 这是您的自画像是吧 对对对 这个有意思 这个是我的自画像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特别搞怪 然后特别爱笑 然后比较傻的女生 很可爱 很可爱 带来什么样的才艺展示 不要告诉我为什么要有才艺展示 不是不是的 因为我准备了 我要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 月亮之上 好 有请 是吧 好 好 你重逢在那苍茫的路上 人间一次情 潮落潮涨 有你的远方 就是天堂 爱男嘉宾跟我一起来 Come on 来你们会吗 帮我唱Ramp 好不好 我觉得你长得好善良 帮我唱Ramp 好不好 谢谢 拜托你好不好 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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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太浪 太浪 谢谢 好有节日的氛围 应该说你唱这歌的时候 这个画面就配上了 刚才画的这幅画 恭喜你72票过关了 来 面对镜头 谢谢 一起进入黄轩法国洗情肝红 三连开 准备好 开始 一 二 三 咱能正常一点吗 不是我正常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好 来这游戏 骆老师应该还记得 我们舞台上来过 另外一个韩雪 对 那是一个歌手 和演员的韩雪 人家是长得比较高级的那一种 然后我这种比较低级的 我不知道你在高级低级 怎么定义的 但是韩雪就是一个大美女 所以听完你这个名字 大家对你的长相 会有很大的期待 但是我长得很抱歉 怎么不抱歉吧 能在这个时候把面具接下来 可以啊 好 一位自称长得很抱歉的女嘉宾 到底长什么样呢 准备好韩雪 三 二 一 请见面 韩雪特别在跟你说 人只有社会风光不同 没有高低贵贱准备 我觉得你跟那个影星韩雪相比 你长得一点都不难看 而且你的舞台表现力 你长得都不难看 我说错话了 我觉得 我觉得你长得很抱歉 因为你自己没有认识到自己很漂亮 所以你自我认识出了 我有一点小问题了 而且你 我现在也觉得你很漂亮 咱俩不能牵入下去 咱俩不能牵入下去 而且舞台表现力多好 你给我们现场马上带来的婚了 是 其实我平时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 对啊 我本身就是一个很搞笑的人 太好了 好 搞笑的韩雪选择哪位男嘉宾呢 你选他 对的 很搞笑 好了 你也可以挑选一个男生的 坐着把红引子为你说话 我选择赵天博 赵天博 有请 印象如何 天博 记得你要说好话 我觉得女嘉宾 一上场的话 就是一个特别会搞笑的人 特幽默感特强 跟你在一起的话 天天乐不停 真的 女嘉宾多考虑一下 谢谢 你很棒 你很善良 我会有福报的 谢谢 女嘉宾 谢谢 你好 你好 我看到你这个皮肤非常的白 白里又透出红 然后又综合你刚才的表现 我觉得你一定是有喝酒上来的 其实真的不是 因为我今天为了上节目专门就没有喝酒 虽然我平时 你平时一天脑子喝酒 对啊 就是我吃饭的时候说 师傅给我来一瓶 喝白酒 白的红的随便 一个人吃也喝 对 因为我很喜欢喝酒 酒量能告诉我们行吗 可以就是喝到断片是有一斤半吧 白的 一斤半 对的 就说说你唱那种歌吧 以前我们见到一些女嘉宾 唱歌很好听 可以把人唱醉 你也是 但是你把人唱到宿醉 他看一唱歌 听完你唱歌我头吞 所以现在说话 用你的名字 就是含了一口血在说 请你不要含血喷人好吗 这个 女嘉宾你好 当时在看你的表演之后 我想吐槽一下 江山如此多焦 为何放弃治疗 另外还想说 我特别喜欢你今天的穿着 我觉得很夺体很大气 对了 包括上面的图案是我画的 我觉得你下次来的时候 也可以延续这个风格 下次来 为什么我这次都能牵手成功 为什么 女嘉宾你好 一般女嘉宾都是穿裙子 比较优雅的 但是你穿得很帅的感觉 这个可以当作是一种表扬吗 必须的 谢谢 谢谢 女嘉宾你好 你好 从你一上来到现在 我的嘴巴到现在 笑了都没有听过 所以你为我们带来的欢乐 真的是蛮多的 谢谢 那我会持续继续关注你的 可是我想问一下 你的头发为什么白了 你是想什么想了那么久 然后把自己头发闷白了 女嘉宾你上来之前 她头发是飞的 好 好了今天呢我们要送出第一颗爱情 一起进入黄旋法国洗衣灯红 魅力之选 我要送给谢威 故事结尾好 我们再通过一段VCR对韩雪 再做了解 请看她屏幕 大家好 我叫韩雪 今年23岁 来自于山西太原 我是一名服装设计师 现在我主要是做图案印花 服饰图案方面的一些工作 其实服饰图案设计 可能很多人不是很了解 它主要就是来自于一些动物 或者植物啊 然后我们通过将它设计变化 然后将它们展现在服装上面 因为服装设计图案需要很多灵感 所以说我经常会不断地给自己充电 比如说我会经常练练手 把一些好玩我觉得有意思的东西都画下来 我心虚爱好非常的广泛 然后没事干了就在家里面打打毛衣啊 支持毛线啊 勾勾之恩啊 然后消耗时间 然后还喜欢平时就做做果酱 我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强项就是调酒 然后我会很多酒包 然后花式还会玩一个瓶 我喜欢男生呢 是那种爱笑的阳光型 因为平时我就是一个很爱笑的女孩子 所以说如果我在旁边然后搞怪啊 讲笑话的时候 旁边一样冷冰冰的脸看着我 然后会觉得啊场面好尴尬 如果台上有喜欢我这款女生的男嘉宾 那么就下来对我表白吧 看了这个VCR呢 我们至少打消了一个疑虑 看来今天确实没喝酒 平常就这样的 好 再通过两端不可怕 了解一些具体资讯 韩雪毕业于无锡江南大学 学的是服装设计的本科 现在呢在做服装设计师 她呢有四大爱好 刚才通过片子呢已经说过了 这个爱勾个针 是吧 对的 做个果酱什么之类的 调个酒 调酒 还有就是有点喜欢吐槽 说自己是一个脱鞋的女汉子 母女姐妹荡 要看清自己 你这句话大伙子看得不太明白 母女姐妹荡 对的 就是我和我妈妈处的就像姐妹一样 然后其实是我是姐姐 她是妹妹 没搞错背叛叛点 因为就是我妈妈不是很会照顾自己那一种家里面的家务啊都是我来做的 而且我现在越来越大了我觉得更应该去照顾家里人然后担起这样一份责任不管你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都应该送一份礼物给你的妈妈尤其是在你生日的时候 因为你要记住因为她生你的时候真的是很痛很不容易 这是个孝女 你每次当你过生的时候会发什么礼物呢 就是送过手机啊包包啊我自己打的毛线的那些毛就毛衣啊带我妈妈去旅游啊 你妈妈肯定觉得生了这么一个女儿很幸福 她是很幸福 女嘉宾你好 你好 感觉你上来给我们的一种形象是比较活泼可爱天真烂漫的 然后对于你的工作我其实挺感兴趣的 因为你是做服装设计的 是的 那我刚刚看了你的VCR你有很多自己的作品 你今天有没有带来一些自己作品过分展示 我带了两件过来 那个我想麻烦男嘉宾你能帮我套一下这一件很花哨的很搞笑的 套在你头上 小背心吗 我问你 记得这个是绝版哦 它只有一件哦 套谁 套你身上对吧 不是 是是你穿 我穿那不好笑了 但是你穿好笑 我学得得笑 拜托你 你很帅 上面的那个小花特别穿 对那些小花勾了很久 哈哈哈哈 哦 好可爱 其实说实话因为我平时因为工作员工嘛 我80%的时候都是穿着工作装制服的 所以哦这样还蛮不错的 很适合你 哎是挺好看的 戴卫也挺好看的 很不错 哎 谢谢 他这还有一件衣服 对的 这一件的话想请他 帮我试穿一下这件衣服吗 可以没问题 OK谢谢你 哎我今天在现场让 团局有一个体验一个设计师出场的感觉 这样我们先请两位模特 分别穿着他的衣服 走个秀 好吧 我还没看过张大为走个秀 然后再请出设计师来 再和两位模特共同来走个秀 走个来回 来 拨点 好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米兰时装秀 2014春夏款 最新 红装秀 好酷的小孩 下面就要展示的是一件 男式的衬衫 哎 好像这都是那么实的 no one knows what does the fuck say 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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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现在要请出两届服装的设计师 著名的设计师韩雪 what the fuck say what the fuck say h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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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见有这样出来的设计师 快不得这样的设计师才设计去这样的作品 就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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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特色 刘嘉宾你好 我觉得你是一个挺有勇气的人吧 我觉得因为这个社会对我们女生的要求就是需要优雅和端庄 尽管上半段你没有太展示这个东西 哦 这样 好各位男生 第一次投票 准备好 三 二 一 请选择 好 还有非常多男生想要继续聊中 我们再通过两张扑克牌了解一些重要资讯 按许说自己谈过三次恋 他认为这个相遇呢很偶然 特别强道 我的前男友都是极品 不是 其实他们看我估计也是极品 哦 他希望找的这个男生呢要比他大 喜欢真实的我能理解我的男生 你能告诉我这个前男友的极品是怎么讲 什么的极品法 就是我的前男友都比较特别一些 就比如说我就是两年半之前结束的最后一段感情 男朋友就不停地问我借钱 那就说明你挣钱比较多 或者你当时的收入已经很不错 对 我大学是一直都在做兼职啊什么的会有时候 然后攒了一些钱全部都借给他了 后来借完了就把我甩了 他借钱干嘛呢 因为他做摄影师的嘛 他有一些镜头需要买啊你就 你也就算了 你就这么着急就算了 感情就算了 那钱你也不要 那我就希望如果你现在在看我的节目的话 你记得把那些钱都换给我 听到没有 就是再说你钱男友 就跑来这些催账来了 女嘉宾因为你对钱特别上的没有概念 那觉得你可能要找的一个是对于理财方面 会要比较清楚一点的男孩子 对 我觉得男嘉宾你的建议非常的好 谢谢你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 因为你说喜欢真实的你 能够理解你的男生嘛 可是因为从一开始到现在 我看你都是很活泼很开心的 可是真实的你 真的没有比较脆弱的那一面吗 其实我就是绝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是很开心很开朗的 但是有时候就比如说我的稿被骗了 然后没有给我钱啊 还有白辛苦啊很多事情 然后我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我一般选择会一个人把自己藏起来一段时间 然后我感觉我宣泄完自己慢慢消化了以后 我再出来还是很开心的见别人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出现在周围 然后就应该给大家带来正能量 如果我把消极的情绪带给别人 我觉得这样是就是不是很好的 爱女嘉宾你好 是这样的 就是你这样的女生 虽然你很正能量 但是你很容易让身旁的所有的男生 都最后把你当成一个哥们 对的 一个宣泄的对象 比如说他们可能有什么暗恋的女生 会跑来告诉你说 我今天看到一个什么女生 对的 其实我觉得就像你说的 人要看清自己 但是看清自己之后 你要适当地去调整 而不是说我看清自己 就一缸子到底 我就是这样的 你要不要 你喜不喜欢 不喜欢我还是这样的 说到看清自己 我给你一个建议 其实认清自己分两方面 一方面是你怎么看待你自己 另外一方面是别人怎么看待你自己 可能你需要找一个人 帮助你看清你自己 对的 好 那嘉宾要进行他们的第二次选择了 在此之前 你可以送出今天的第二颗爱心 想送给谁 我想送给 帮我穿那个衣服的 9号 张戴维 恭喜戴维 谢谢你 穿它很可爱 好 各位男生 准备好你们手中的安静器 3 2 1 请选择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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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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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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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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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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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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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 6 5 5 6 5 7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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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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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7 8 8 9 9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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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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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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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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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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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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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还是希望在台上能发挥自己最好的水平吧 对于心仪男嘉宾我暂时还没有选择 不过呢我现在有一个做红义子的人选 他就是许燕周 但是最终的人选我还是希望在台上与男嘉宾 有更多的交流之后再做决定吧 大家期待我的表现咯 大家好我叫戴亚晴今年25岁来自上海 现在是一家时尚传媒公司的策划编辑 我的爱情宣言是爱情就像手工造 最重要的配方只有你和我 今天在台上我会找到我的另一半配方吗 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听到了各种各样对于爱情的比喻 今天你把爱情比喻成手工造 手工造的肥皂 题板上画的其实就是我的爱情宣言 爱情在我的眼里就是有你有我 我们相互磨合相互融合就是这样 带来什么样的才艺展示呢 今天唱一首肖敬腾的海语恋 好 掌声有请 轻轻柔柔的想念 在海语的季节 那美容天线 同时的海语 哦哦 甜甜蜜蜜的暧昧 在热脸的季节 好 相识轻妙淡血 谢谢 好 谢谢三票 同时多端来面面的镜头一起进入黄轩法国洗钱刚红三连拍 准备好 开始 一 二 三 很好 朋友有请 你高兴亚晴能够来到舞台当中跟我们进一步交流 愿意在第一时间接下面去吗 呃 还是先等一下吧 好 选择哪位男嘉宾作为你最心仪的呢 嗯 我现在先不想选择想再做多一些交流 然后再做出决定 好 好 那这红椅子是不是也不需要有人坐了 呃 红椅子还是有人选的 我想让徐燕舟坐在这个椅子上为我说好话 好 又去徐燕舟 哎呦 看你把徐燕舟给笑啊 很爽是吧 听到有人把你给请得下不来 对对 真的是不大有人请我坐这红椅子 虽然我的年龄是最大的 但都不知道怎么体谅我一位 你现在已经不算是最大的了 高龄的还有一位呢 不能再一老卖老的啊 对对对 呃 这样说就像陆老师一样啊 说的那样我从下来到现在 这嘴就没合拢过 这个难得看到一位女嘉宾 真的是非常的大气 迷人 而且你这个红色的衣服穿在你的身上 就把你的这个整个人的形象 彻底点燃了 你知道吧 所以说我觉得今天你的服饰的搭配 由外而内 非常赞 好 谢谢你 女嘉宾 你好 你好 你这个全身上下都是红色的 眼罩是红色的 嘴唇是红色的 衣服是红色的 包括你衣服底下 那颗炙热的心也是红色的 这你都看到了 对 希望你今天在这边 可以找到属于你的那个手工罩 如果没有找到的话 没关系我们后台卫生间有 谢谢 女嘉宾 你好 好 从你一出场到唱歌的时候 你所有的表现 肢体动作都是非常的恶诺多姿 非常的有气质 谢谢 我倒没觉得女嘉宾 恶诺多姿 我觉得你非常的帅气 不知道为什么 期待你接下来面具 嗨 雅欣 你好 那个 很赞 果然是我们一个圈子里的人 因为我们圈里人惯有的气质和气场 你看你一出场就折服了一片 说你是一个策划编辑我都不相信 你其实应该是一个时装总监吧 好 我会听你 期待你接下来的表现 好的 之后我们可以有更多交流 好 很多男生给了你很高的评价 接下来呢 你也可以从16位当中选择一位 来送出今天第一颗爱心 我们一起进入黄学院法国 喜金刚红 魅力之雪 送给谁呢 第一颗爱心我要送给普康 他跟别人的评价非常不一样 他说帅气 你喜欢这个评价 我其实内心跟外在不太一样啦 大家之后就会看到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段VCR 来略足了解 亲爱的屏幕 我叫戴雅琴 今年25岁 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因为工作的原因 我会接触到很多时尚和美容方面的信息 所以耳濡目染的话 我自己平时也会买很多香水啊 化妆品啊 时尚杂志啊等等 我特别喜欢化妆 平时上班之前 我会花半个小时化个妆 我觉得化完妆 是对别人很好的一个尊重 因为女孩子总要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亮的 你也不知道下一秒 想会遇见谁 所以我总是带着妆容出门的 我一直非常喜欢猫咪 我现在养了一只鹰短 然后有时候回到家压力大的时候 我就会摸摸它 然后就觉得整个人都很轻松 我把她养得很胖 因为我觉得她是我的主人 我就是一直是伺候她的 因为我大多数时候还是比较内向的 所以我喜欢开朗的男生 这样让我变的话也很多 我喜欢的男生还要非常明确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爱干净 希望今天在这个舞台上能找到这样的男生吧 好 我们再打开两张扑克牌了解一些具体资讯 戴亚晴毕业于上海大学 学的是工商管理的本科 现在在上海一家时尚网站担任策划编辑 说自己是一个温开水行的女孩 守公道的爱好者 黑白分明 从宅男女神到大清新 女嘉宾你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 你从宅男女神到大清新 就是为什么有这个改变的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小时候在初中之前一直是个受气包 然后我身边的同学啊 包括我自己最好的朋友也一直在欺负我 所以我觉得现实当中的人真的好复杂 我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人嘛 然后就不想去打理现实世界那个他 就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吧 然后我就一直宅在家里 就玩网络游戏 然后本身玩网络游戏的女生就比较少嘛 然后就因为很少所以就变成女神 然后因为我现在的工作 我可能要跟客户交流 跟明星交流 跟不同的摄影师啊化妆师啊都要有沟通的 所以我自己逼着自己去做一个 更加善于沟通的人 然后我不再玩网游了 我觉得是时候一定要回到现实世界了 女嘉宾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我看到你这个上面有一个爱好 就是说手工皂 其实我真的就说对这个就是你这爱好不是特别了解 今天你是不是有什么样品啊等等 呃今天我带来了我自己做好的手工皂 而且就是也把前期的工作就是一些材料都准备了 想演示给大家看一下 也想让大家知道我为什么会喜欢上这样一个东西 好 大家现在把所有东西给带来了啊 我们看一下 有两个锅 一个电磁炉啊 还得上火 这还有一个 这橄榄油 橄榄油 橄榄油 因为这个做起来可能有一些手忙脚乱 我想有没有男嘉宾愿意帮我一下 我来吧 那许愿中肯定是进水楼台 先得月 帮我撑180克的橄榄油到这个凉杯里对的 哦 那么精确啊 对 然后把它加到这个里面 好 第一步 先把180克橄榄油倒在铁锅里面 大火炸 然后要开这个加热一下 直到橄榄油大概到了378度的时候就把它关掉 所以我们这是当美食节目吗 这个是戴老师教手工造节目 这样已经到30度了 好 然后把这两者混合了 然后混合的时候一定要很小心 因为这个是强剪还是有一定腐蚀性的 那我要多远一点 当手连手套都不用戴 来 然后加的时候一定要少量多次 好 要弄个打蛋器是吧 对的 这个过程呢 其实就像爱情一样 不一样的两样东西混合在一起就会有奇妙的化学反应 嗯 不过还要高温呢 是的 那你要打多长时间 这个嘛 最短也要一个小时 啊 我说真的 这一次这么小 我有请和孟怀 就一直重复这个动作一个小时是吧 对 这交给你了 不能停哦 不然会影响品质的 你这不是故意在 在拿它玩吧 好了 你就可以不要 然后去啊 一直 一直搅着 记得啊 就是一个减溶液和油脂的反应 然后它就会变成肥皂 我觉得我们那么多人就该分分工 每次上来做个什么东西 好 各位男生可以做出我们今天的第一次选择了 准备好 三 二 一 请选择 我知道和孟怀一定是会留牌的 因为手不空 还有一些重要资讯 我们要通过另外两张Poker牌来做展示 请看他屏幕 大家请谈过四次的爱 呃 他有了一种从相爱到相处的距离啊 他特别强调女人要爱自己 他喜欢找这个男生呢 要爱干净 能拿主意 有五年的人生规划 我能为他摘一下面具 你认为所有人身上都戴一个人面具 是吗 呃 很多人见到我第一眼会觉得我比较文静啊 内敛啊 就像一杯温海水 其实这个主要是在工作中吧 我觉得因为自己平时脾气是挺大的一个人 也挺有主见的 所以这个会影响到工作中嘛 会给人带来不快的感觉 所以为了好好地做好自己的工作 我会把自己的脾气压下来 什么事情都慢慢地跟人家说 所以遇到心仪的人 我肯定会为他摘下面具 让他看到我最真实的一面 哈喽 你好 我刚才看到你的那个第三张牌嘛 你有写女人要爱自己 那女人爱自己 那男人肯定要爱女人咯 那蛮遗憾的 好像男人没有人爱我发现 我所谓的要爱自己并不是只爱自己啦 我只是不希望就是像身边的一些好朋友 他们谈恋爱之后可能就是跟男朋友吵架 然后次次都是女方去妥协 这样过了很多年之后还是没有走到一起 然后这个男孩子心里反而可能 就不会再珍惜这样的一个妥协 我是觉得在以后我谈恋爱的时候 不想遇到这样的问题 先要把自己爱好 才可以去爱自己的另一半嘛 女嘉宾 你好 那个这里 我特别对你就是第三张牌那段经历 特别想了解一下 你说相爱到相处的距离 我觉得这里面一定很有故事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我觉得在谈恋爱的时候 这个男生打斗你可能是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 比如说我之前没有遇到过非常强势的男生 他跟我说 那我们待会就在哪里哪个咖啡厅见面 你必须过来 然后我觉得这样还蛮有感觉的 还蛮有气势的 对的 然后在一起了之后 发现他每件事情都要我这么做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没有存在感 觉得很没有主见的感觉 什么事情都要他说了算 你多矛盾你后面有时候他希望这男人能拿主意啊 他能拿主意 我也会提意见啊 如果说我的意见他都不采纳 不考虑的话 就觉得他说的都是对的 那不可以 这不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事情吧 女嘉宾我是 觉得你的恋爱观在我现在听起来依然是模糊不清的 能不能简洁一点 有没有一个形象 比如说像谁谁谁 以前有说像什么哪个明星啊什么其中 我觉得比较像秦深深雨萌萌里面的何淑环和一平这样子的 就是说他们两个都有一点离不开对方的感觉 但是并不是说谁临驾于谁 谁包含于谁 是一种势均力敌的 那你可以跟何孟怀试一下 你的手酸吗 不酸我体力很好的 好明白了 在男生们做出第二次选择之前呢 我要再问问你愿意在这个时候接下面去了吗 我还是想留下一些悬念吧 等我遇到新意的男嘉宾的时候 我会接下面 你这个时候留下悬念也等于给自己留下了一定的风险 因为即使待会有男生向你表白 当他看到你的真面目之后他是有反悔的权利的 一位或几位男生来提出一个问题 再次了解 选择谁 我选择 马徐骏 徐燕州 想请你们结合自己的性格特点 为自己设计一句广告词 实际上男性 挺有意思 来 就算讨厌我的人连起来可以绕地球一圈 但是那些认同我的人 我相信会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 所以我的征途是心之大汉 听上去地球人满无患了 我的广告词是虽然我是大叔 但是我有非常年轻的外表 虽然我是大叔 但是我的内心非常火热 选择我你的生活将如此的多彩 这费劲 要我就几个字 我是大叔 你又是大叔 这估计 所有的女性消费者都流失了 不可能有了 女嘉宾 其实我脚这个脚有点无聊 可不可以让我发言一下 你的口感你是什么 你说吧 身为最细心的男人 我对你的付出呢 就像这个脚肥皂一样 开始了就不能停 隔山 怎么样 聂琦威的广告语喜欢吗 还不错 徐燕州的广告语听上去像 具体产品请以食物为准 哦 哈哈 开玩笑开玩笑 好 接下来你还可以向男生们提出 十个要求 有那么多吗 嗯 我先提吧 嗯 第一个要求 曾经要求过女朋友 把工资的一部分 作为慈善捐献出来的请关牌吧 哦 我觉得你今天好像很多问题都是在针对我啊 接着脚啊 接着脚啊 等一下 哦 我 我觉得 我跟你一样 我们大家是黑白分 我也是一样做事情想法讲话都是一样黑白分明的人 我觉得好的事情我就去做 坏的事情我就不去做 但我觉得捐献是一件很好的事 我要我女朋友做这有什么不对呢 这个问题是针对她的吗 嗯 嗯 对的 还有别的要求吗 呃 不用任何护肤产品的男士请关牌 嗯 我天生离职一般不用护肤品 无法再聊下去了 哈哈 好 下一要求 还有吗 呃 最后一个要求 不能接受我每天出门前化妆超过半小时的请关牌 女生爱美 这估计很多男生 哎 对 半小时也 哎 半小时不算久啊 对啊 好 嗯 还有要求吗 没有要求了 好 那我要恭喜你 在你的要求提完之后呢 还有 至少有三位是主动为你留下的牌 我们要有请出 10号 沈伯纯 13号 魏永豪 16号 无边 三位 请出列 好 在三位表白之前呢 我们也要先问一下徐燕舟 呃 女嘉宾那个整场比赛 哎呀 sorry 哈哈 哈哈 导师 呃 整场那个跟你的交流下来 我发现其实你的优点是非常多的 呃 所以说呢 我想加入他们 好 四位 要竞争着一个上场名额了 嗯 亚晴你很有魅力 有件事情对四位来说应该是好消息 因为亚晴从上场到现在 还没有选择任何一位 作为她的新一嘉宾 对 所以你们的沟通对于她的选择 即使到现在仍然很重要 对 各位 那就我先来吧 呃 女嘉宾你好 我叫沈博纯 我一直想跟你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 在于你的一个观点 女孩子要爱自己这一点 我是百分之百的认同跟支持 那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先爱自己 才有能力去爱别人 就好像一个男人如果学不会保护自己 常常 比如说呃 骑车也好 开车也好 受伤的话 那如何去保护自己青睐的女人呢 那另外呃 我觉得你刚刚会做手工照这部分 那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非常细心的女孩子 而且非常的有耐心 挺温柔的 所以我希望可以有机会跟你继续的相处下去 希望你可以给我这个机会 呃 女嘉宾你好 呃 我叫魏永浩今年31岁来自香港的 呃 其实你一上台我就已经在关注里了 虽然就是我没有跟你说很多话 没有问你很多问题 呃 但是其实我在默默关注里 你提到呃 要爱自己对吗 但是我认为就是说 女人除了 除了要爱自己以外 其实也需要有男人爱的 我需要我 我希望我可以做呃 可以爱你的 谢谢 呃 亚新你好 因为我们是在同一个工作的行业 所以说对你的一些呃 业务上或职业上的一些 嗯 比如说 请他加班啊 或者说瞒得不可开交啊 我觉得我比其他男嘉宾能够更加的理解 也不希望你去解释更多 我们心照不宣 信心相惜 是这样 所以我是希望有一个能够 嗯 跟我在一起 然后我们之间的生活方式 生活状态 工作状态 不用去跟对方解释太多 我们其实相望 四眼相望一眼 我们就知道 对方要的是什么 我们应该去体谅什么 去包容什么 然后能够给予对方事业上的成长和支持 嗯 这就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谢谢 嗯 女嘉宾你好 嗯 其实通过今天的所有的交流 我觉得就是 你有一些特质非常吸引我 嗯 所以至于我把这个当成一个比赛 真的想下来跟你表白 哪怕有四个优秀的男嘉宾在你面前 但我不怕 真不怕 嗯 其实我觉得从一开始 你的那个爱情宣言就真的打动我了 你说就是 嗯 你需要找一个配方 配方里面是有你和我 嗯 我觉得 恋爱 甚至婚姻 它真的非常简单 就是两个人 嗯 两个人 在一起走 在一起磨合 去共同去创造 属于两个人的生活 嗯 而且就是 刚刚前面我在跟你 就一起做那个手红灶的配方 我发现就是 其实你蛮贤惠的吧 就是做那么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工艺一样的东西 就是提 非常体现出你这个女孩子很细心 嗯 这一点也是非常吸引我的 那 至于我自己 嗯 我想说就是 虽然我有五年的规划 但是我目前处于一个创业的阶段 嗯 35岁了 嗯 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嗯 也有很多东西是不确定的 但是我在努力 我在打拼 嗯 我会尽我的所能吧 给自己 给未来的他去创造一份 非常美好的生活 嗯 我希望就是你嘉宾不要太注重 身高方面的一些因素吧 嗯 虽然我的身高跟你的身高有点差距吧 但是 我认为这不是问题 嗯 关键就看你怎么想吧 嗯 希望你考虑我 好 戴亚青 人家讨历好 前面四位男生在台上都很优秀啊 来自香港 来自台湾的 呃 来自北京的 还有徐苑中 甚至是从美国刚回来的 所以四位小伙都向你进行表白 尤其这里面还有你的 时尚同仁 你会想象他们当中任何一个吗 当然在这之前好像 他一直没有摘面具 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给他 也让 男嘉宾看看他的真面目 是 亚青在这个环节 你必须要戒下你的面具了 女嘉宾 准备好 三 二 一 请见面 看起来四个人没有要退缩的 在四位当中 你选择谁呢 选择一位 好 太好了 那究竟是谁 请你 走到他身边 亚青在这个环节 你必须要戒下你的面具了 好 四位 也许你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个女孩的 真面目 但是他面具摘下来 按道理说你们是有可能反悔的 是 不过在他摘面具之前 我确实得问问四位 人家面具都没摘 你怎么能够相信自己的判断 他就是你心目当中的 那一位可爱之人 我是凭我的感觉 我觉得他是适合我的人 因为我的年纪也三十四岁 我觉得有时候不能再以外表为第一考量 而是重点是在沟通的过程当中 跟未来的相处才是重点 所以他的长成什么样并不重要 基本上不会查到哪里去 我相信我的判断 无边呢 对我们来说 我不是很在乎这个展相 因为我觉得两个人相处 更需要的是共同的语言和 互相能够了解的脾气性格 你觉得就是女嘉宾的气质 然后穿着打扮各方面 包括你的性格 语音等等 我觉得你的长相 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所以我觉得 我还是有这个信心吧 我觉得 事实究竟如何呢 女嘉宾 准备好 三 二 一 请见面 四位当中 有人会选择退出吗 你们有这个权利 看起来四个人没有要退缩的 好 亚青 那么你可以在这四位坚定的 留到现在的男嘉宾当中选择一位 幸福的牵手离开这个舞台 如果你心仪的 正好是他的话 其实我今天在台上想找到一个比我成熟一些的男孩子 然后恋爱和工作对我来说其实是两件非常不同的事情 我不想在一段关系当中我天天看到工作的影子 我的工作 我的生活 我都可以自己照料 所以我希望这个男孩子 像之前说过的是可以跟我势均力敌的 我不用他去保护 反过来我也可以保护他 就是两个人 其实是相互作用的 相互融合 相互磨合的 看起来你跟你说 我觉得好像无边是希望最小的一位 因为他跟你是同行 是 但你别担心啊 我们今天两位高龄人士都在这台上 徐悦柔和这个沈博纯 都是差不多三十四五岁的人 够车数 年龄肯定是够了 那么在这个四位当中你选择谁了吗 选择一位 好 太好了 那究竟是谁 请你走到他身边 我们请四位男士伸出你们的手 看看最后会牵住谁的手离开 走过去 什么都不要说 大家好 我叫黄辰宜 我发现女嘉宾有一张明星脸 很像那个维纳斯女神 维纳斯算是明星脸吗 其实我可以为你把六块腹肌变成一块腹肌 可以为你变成大腹肌 四位男士伸出你们的手 看看最后会牵住谁的手离开 走过去 什么都不要说 恭喜你 徐元忠 恭喜你 徐元忠 恭喜你 徐元忠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徐元忠 恭喜你 白肯交集 谢谢 你们将获得由喜事就由黄泉法国喜记干红所提供价值五先的提获改章 以及由金冠所提供的金冠黑当花梅糖大礼包一份 非常感谢 徐元忠 容我多说一句 看到你们这个组合 我就几乎看到了 你的事业马上要成功了 谢谢 很旺很旺 非常的旺 两个人牵着手 幸福地离开我们的现场了 非常感谢 祝福你们 再见 明天要找白色 今天你老家给我 我觉得这个合作团业搞乱天 我一直以为他想的是你 对啊 我也觉得很奇怪 但我觉得我很高兴 这个东西应该交给徐伯次 换他来讲了吧 因为我和他现在都在上海嘛 我想接下来我们两个在生活中 也可以多有一些接触 然后我希望是认认真真的开始谈一场恋爱 其实我今天也带来自己做的手工造 待会儿想给何孟怀在台上 也只不过是跟大家开个玩笑啦 希望他不要介意 我们之间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共同去创造 就是虽然很多未知数 但是我觉得这个前景是非常美好的 所以非常感谢 接下来登场的女嘉宾又是谁 让我们一起掌声有请 马上就要登台了 现在的心情非常期待也很开心 但是同样也非常非常的紧张 刚才在化妆间的时候 我就已经在不停地喝水 但是我发现喝水还是不行啊 得喝两杯红酒才能压抑住自己紧张的心情哦 今天我是为我心仪的男嘉宾郭雨滴要来的 但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她喜欢的女生类型 所以大家祝我今天能够牵手成功吧 大家好我叫黄晨怡今年26岁来自上海 在一家投资管理公司担任行政一职 我的爱情宣言是寻找我生命中的猪猪侠 好温柔啊 就是你给你未来男朋友画的肖像 对啊很可爱 带来什么样的才艺展示呢 带来一首张博之的心与心愿 她神态真有点像张博之 谢谢 来有请 心痛的无法呼吸 找不到昨天留下的痕迹 眼睁睁的看着你 却无能为力 任你消失在世界的尽头 找不到坚强的理由 再也感觉不到你的温柔 告诉我星空在哪头 在哪里是否有镜头 好的谢谢 恭喜你74票过关了 来面对镜头 一起进入黄轩法国喜新刚红 三连拍准备好 开始 一 二 三 好台中有请 刚路老师已经觉得你像张博之了 是吗 你能在这个手机上面具 她身材感觉包括那声音都有点像 声音有点像 很多人说我声音很像 能接下来面具让我们见识一下吗 我想下一轮再接吧 好保持一个悬念 选择一位你最心意的男嘉宾是谁呢 一到十六号 哦 他 好那你也可以选择一位男生做的红领在上面 我认为你说话 选择谁 我选谢威 十五号谢威 你嘉宾感觉很有气质 其实还蛮精致的 谢谢 我最爱听到这个字了 而且这个 应该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面具 就是面具吗 没有应该是 你的人把面具显得很好看 嗯 好吧 女嘉宾你好 我从一出场我看你的穿着跟你的打扮 你的不管是鞋子裙子跟你的上衣 我觉得搭配的真的是非常的好 然后尤其像我们这种大叔的 你的身高你的比例 我觉得真的是完全的吸引到我 希望待会你也可以持续的关注我 好的谢谢 女嘉宾你好 你好 我发现女嘉宾有一张明星脸 很像那个维纳斯女神 维纳斯算是明星脸吗 你就心领了吧 女嘉宾说要找那个猪猪侠 我也很亲切 因为我小时候特别胖 大家都叫我二师兄 嗯 其实你是有点像 真别说 反正把他拿过来 这武汉迪不说 我觉得他真没看出来 我给你小看看 笑一个 被笑一个武汉迪 不太好意思 特别独行到这 哈哈哈 牙挺像的 你还真有点明星像 啊 女嘉宾你好 我想用一种水果来形容你 就是火龙果 他是水果之王嘛 然后我觉得你过来 又给我一种 就是女皇的这个感觉 谢谢我会关注你 谢谢 我很爱吃火龙果 我觉得但凡男嘉宾已经 嗯 必须要通过比喻这种方式 来赞美一个女孩子的时候 这个女孩子的外貌啊 其实确实给她们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嗯 不过也得看她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比喻 火龙果这事呢 听上去 你你你听上去愉悦吗 挺开心啊 我那还行啊 好 你还可以从16位男生当中 选择一位送出今天的第一颗爱心 我们一起进入黄选法国喜情肝活 魅力之选 送给谁 嗯 二号吧 赵天博 谢谢 恭喜赵天博在舞台上 赢得了第一颗爱心 这会儿特别跟无边的提个醒啊 嗯 你现在要加点油啊 努把力 好 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段VCR 对女嘉宾在座了解 大家好 我叫黄晨仪 今年26岁 来自上海 现在在一家投资管理公司 担任行政工作 嗯 我平时的工作状态是 做午休二 不用加班 加班之后呢 我也没有什么活动啊 就是喜欢 约上几个小姐妹 来家里一起做做饭 因为我大学毕业以后 就自己一个人搬出来住了嘛 所以说平时自己也会 做一点喜欢的菜吃一吃 我自认为我的手艺还是不错的 对于时间我会练一下形体芭蕾 来修饰一下自己的体型 我是一个比较没有安全感的女生 平时一个人在家住总有点怕怕的 所以说下班到家之后 我第一件事就是会打开音乐 我会觉得家里有一点声音 会让我觉得更安心 我喜欢身高不高于180的 体重一定要在65公斤以上的 并且近视度数不超过500度的 还有最好就是有点肉肉的 因为我觉得男生有点肉肉的 会特别可爱 今天会有这样的男生吗 如果有的话就赶紧跟我告白吧 好看我一刷之后呢 我们再翻开两张扑克牌 了解一些具体资讯 王仁依毕业于上海外贵大学 学的是国际贸易的本科 现在在上海一家投资公司担任行政 自个儿比较喜欢老哥 说到做到没有借口 死要面子活受罪 你什么地方死要面子活受罪 就比如说有时候出去逛街买衣服什么的 我只要在一家店试过三件衣服或者以上 再加上营业员态度比较好的话 我哪怕不是很喜欢这件衣服 我都会买下来 所以说经常就会买一对根本不穿的衣服 有嘉宾 其实我觉得你蛮适合到我店里面来的 因为我的习惯就是让客人试很多衣服 然后他们会不好意思 然后就是你这种性格我特别喜欢 来来我店里光布 他店名叫黑店 女嘉宾 你上面有写到你爱老哥 能具体说一下一些歌手或者歌曲的名称吗 比如说当时一些莫文蔚啊梁又琪的歌 听的比较多 能给我们哼几句莫文蔚的歌吗 忽然之间 天昏地暗 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 我想起了你 在想到自己 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 怀念你 谢谢 谢谢非常好听 有从你的歌声中听出了一些故事 谢谢 对 那女嘉宾有没有发现你的声音 真的很适合唱这种有点沙沙的那种 嗓音的歌 而且是琴歌 对我声音比较低一点 所以其实选歌有局限性 很多高的歌我就唱不了 那你喜欢老歌是为什么 因为你觉得老歌有故事吗 因为在我心目当中 我是觉得那个年代的东西比较经典 有很多回忆 好 各位男嘉宾做出你今天的第一次选择 准备好 3 2 1 请选择 您太心急了 好 我们还要翻开另外两张破壳牌 上面有一些重要资讯 一起来到几下 王正义被爱过两次 为了爱呢 付出和包容 但却等不到对方的承诺和婚姻 他希望这个男生呢 有小肚子 成熟男人 30岁后 我要做全职太太 我很想知道这一段这个 等不到对方的承诺和婚姻 究竟是怎么样一个故事 这是我第二段恋爱 我和我的第二任男友 我们在一起三年多 然后他比我大9岁 他非常忙 每天晚上都要有应酬 晚上三点钟 会突然打我电话说我喝多了 你过来接我 不管我多累 哪怕我在床上睡着了 我一定会接他的电话 然后立马冲过去接他 我觉得 我最想知道还是 他为什么不给你承诺这一点 因为他离过婚 所以他说他不想那么 再轻易地结第二次婚 所以说他让我等他 有可能是 两年 四年 六年 这个 作为一个这个 场上唯一一个 有过婚史的男人是吧 我明明确确地告诉你 没有其他原因 只是他不够爱你 不管你多喜欢他 不管他表现出他多喜欢你 甚至说你也可以去 给他找些借口 但是他不爱你 他说他如果姐弟要此婚的话 那个对象一定是我 那是他那么说 但是从他三点钟让你去接他 这件事情 就能看出来 他不爱你 爱跟喜欢的区别是什么 喜欢就是 他能满足我 而爱呢 是我无条件地想让他去幸福 一个人喝醉了 他不会想到说 我爱的人在睡觉 我不想影响他 他连这种想法都没有 他是一个很自私的人 他不爱你 所以我觉得你跟他分手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走出来 轻松一些 抛弃过去 然后找一个真正爱你的人 这个人 他会在三点钟外面喝醉了 心里面默默地想你 但是他不会影响你的休息 好吧 挺有道理的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不仅要听其言 关键是要观其行 但是你这么一直往下撑 也跟你第二张牌 写得很有道理 死要面子 活受罪 女嘉宾 我觉得你没完全走出来 所以我想安慰你一句话吧 就是 时间能治愈一切伤痛 所以请得时间 一些时间 我相信这句话 时间可以证明一切 人家只是说话慢一点 怎么就沉重了 那我问个不沉重的 也一直很好奇 我就对这个小肚子 特别有意见 尤其是小肚子 跟成熟男人放在一起 我不知道怎么想 为什么你跟前面 跟女嘉宾一样 都是要那种肥肥的 丰满型的呢 更有安全感吧 抱着也舒服啊 更有安全感 难道不应该是 平坦的小肤 六块腹肌 八个人鱼线 六个热水袋 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有腹肌好吓人 摸上去一块块好硬 我不喜欢 摸上去软软的舒服 有小肚子又可爱的成熟男人 你看看洛老师 你就知道了吗 我大概理解 他说要小肚子 一般都得挑选 至少得超过三十岁以上 因为只有这个时候呢 人才会有一点这小腹 还有呢就是 还说立明这样呢 随和 而且像他这种想要做全职太太的 势必也会很好的照料你的生活 每天给你做好夜宵 让你久而久之吃着吃着吃着吃的 对 新款提胖了 好 各位男生要做出今天的第二次选择了 在此之前我要问一下 承宜愿意在这个时候戒下面具了吗 愿意 果然说到做到 他刚才说了 下一轮戒面具 好 承宜准备好 3 2 1 请戒面 哇 我应该有足够的能力 让你去做全职太太 可以为你 把六块腹肌变成一块腹肌 看起来姑娘还是有点动心了 我想说 3 2 1 请戒面 哇 好 在男生们做选择之前呢 还可以送出我们今天的第二颗爱心 小兽送给谁 8号 8号 郭雨迪 好 各位男生们可以做出你的选择了 3 2 1 请选择 接下来你可以向男生提出六个要求 我不跟你要求的他们会主动翻牌 第一个要求 自认为是潮男的请翻牌 潮男不好吗 我hold不住 有人翻过去了 下一个要求 呃 不能接受恋爱中 我不主动联系对方的请翻牌 嗯 有人不接受 来 还有要求吗 呃 没有了 好的 那为你坚持到现在的呢 我们要有请出14号 郑雨请出列 来 也请乘一上前一步 在郑雨表白之前呢 我们要先了解一下些微的意思 呃 这个 这个 谢谢你让我做了这么长时间的椅子啊 呃 我呢就不跟你表白了 嗯 那就 呃 呃 女嘉宾你好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 我叫郑雨 26岁 然后目前在进一家时装公司 呃 所以我觉得 到了30岁的时候 我应该有足够的能力 让你去做全职太太 想你算是安慰 然后我知道你喜欢有小肚子 呃 其实我可以为你 把六块腹肌变成一块腹肌 然后有一天我也会变成大腹肌 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 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 嗯 看起来姑娘还是有点动心了 嗯 呃 呃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嗯 你平时居住在哪个城市 呃 呃 其实我不固定 我可能呃 大部分时间会在苏州 然后一个礼拜可能会有 两天的时间会在上海 我从上海多近呢 很近 苏州我以前经常吃 对 现在连地点都可以到苏州的坤上 对对对对 而且有两天在上海呢 渐渐渐渐可以三天 哎 四天 哎 我觉得你刚才的 表白其实挺真诚的 所以我有点 给个明确答复 给个明确答复 姑娘 我想说 对不起男嘉宾 其实你刚刚下来跟我表白 我感觉挺意外的 但是听到你的一番表白 其实我听着也挺高兴的 因为我感觉你的表白 还挺真诚的 但是你刚刚的表白当中 有太多承诺 所以我想我有可能 现在等不及 所以对不起 谢谢 那么你下面要做出一个决断了 是这样就离开这个舞台 还是要再向你新一男嘉宾进行表白 我放弃对新一男生的表白 谢谢 先喝点 再让你一看 再见了 非常遗憾无边 按照我们这个节目的规定 三期以后一颗心都没拿到的 也必须得暂时离开这个舞台 很遗憾无边 我们希望要有机会 你还可以再回来 不过要等一段时间 好 没问题 你现在在收看的是 由黄轩冠名的 谁能百里挑一 同时我们要感谢 由金冠给我们所提供的 金冠黑糖化霉糖 咱们也得跟观众朋友们 打个招呼 因为到了2014年 我们这个节目 依旧会在每周六的晚上 21点15分 中方卫视播出 所以请您进入中方卫视 谁能百里挑一 我们不见 不散